凱渦經紀公司 今天集結旗下150名模特兒 在大年初八早上 舉行開工團拜儀式 俊南美女場面浩大 吸引不少附近上班族 駐足分享喜氣 名模洪小雷 林佑立 王新天等等 也表達了新年新希望 那這樣蕭蝴蝶說 希望新年猴年大家都好運到 然後身體健康 愛情也很好 新年快樂 然後希望天災可以遠離大家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在心靈上 跟實質上都過得很富足健康 謝謝 去年爆出老公 有私生女的名模洪小雷 今年深穿綠色格文小洋裝出席 看來氣色很好 笑容滿面 對於過去一年的風雨 她不願意多談 笑說只想珍惜現在 可是我們一樣的生活 然後一樣在屋檬下 跟孩子們都相處愉快 那我不知道大家想要什麼情節 或是什麼劇情 大家想像她吵得太多了 對 我真的沒辦法做最後的一些 最終的一些解釋 因為還沒到那一步 對 那我們現在還是很平常 在過年 對 而今年熱愛運動 有女漢子封號的名模林幽莉 則笑說新的一年 想趕快找到另一半 還自爆老是被媽媽找去和親戚吃飯 事後才發覺原來是相親 趕快交一個男朋友 不然我媽都要一直電我去相親 我後來才覺得原來那是相親 因為我媽就說一起吃飯 然後就發現雙方的父母都 沒有 我媽就我媽媽跟對方的媽媽 然後就多了幾個阿姨這樣 然後長大之後才發現原來那就是相親 長大也沒有多久 大概就兩個月之後